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小哈哈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幫忙 開開心心甜甜蜜蜜的時光 歡迎來到這一家 好 換我了 加油 什麼不行 不可以動 你們不可以動 不能出去 沒有 過關才行 沒有 好強喔 一定是有人動到桌子 是不是大叔 大叔你動到桌子對不對 不是才不是我 我站在後面耶 對耶 那就是小紅 因為你下一個 你是想要讓我輸 對不對 沒有 瓜瓜 我站在你後面耶 對 你這樣也動不到 瓜瓜 應該是有人不小心碰到了 太過分了 對啊 怎麼這樣子啊 等一下 但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瓜瓜這一次 竟然沒有哭 等一下 小紅 為什麼要哭 玩遊戲本來就有輸有贏 為什麼贏了就要笑 輸了就要哭呢 才不用呢 對 也進步了 當然啦 可是各位同學 我要跟你們說 我剛剛其實有看到 是誰頭 怎麼了 不是有人不小心碰到 太過分了吧 誰不是 剛剛把你桌子一下 還沒有 有 不小心而已 不是 太過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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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聽到說 你過夜都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已經拿出來了 你就是想讓我說 你知道我輸了 我就會很想哭 你為什麼這樣子啦 我還不想哭 哪有 我都很想哭 好啦 你剛剛不是說是有敷有贏 這有笑也不用聽哭嗎 不會 如果你真的很想哭 那你到我還裡哭 我才不要讓你還你哭 你每次運動完都臭臭 我沒有笑 這個很像 你不要洗衣服 你不要洗衣服 我要下 再來一集 好啦 坐下 你不要再動到桌子了 我們已經在擺了 我們兩個不要吵了 快點 給你機會 好 等一下 這一次換我 好 換你先 你先開始 太太 你要坐後退一點 你不可以動到桌 對 你跟我講 好 好 妳很像 但是 妳不可以動到桌子 我快好了 再來一次 很緊張 可以 不要 關機 關機 馬上就掉了 等一下 你們不要動我 好 現在開始了 好 來 要那麼久的 你要選一個 等一下 你們不要晃 不要晃 妳不要晃我 我沒有晃 我沒有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好 好 你們不要因為我要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樣 什麼意思 沒有晃 球隊 球隊 都沒有晃 我看 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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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在這裡 我在這裡 快點 好可怕 你等我自下 應該沒問題吧 我躲在門邊 等一下逃跑 應該比較方便吧 在櫃子底下 抓好 抓好 抓一下 有沒有沒事吧 可怕 差壓我一下下 有那麼嚴重嗎 開始吧 真的沒事吧 我已經離開了 沒事 不怕 老師來了 好可怕 第三個 沒事 別緊張 我們班同學 去哪了 怎麼都不見了 剩這些 老師 你看 大樹那邊有一個 對 然後呢 門口那邊有一個 嗨 第三個呢 在這邊 哪裡 在 我在這裡 在下面 大家一定都嚇壞了 對 地震停了 大家先坐好 先坐好 回座位 沒有地震了 真的 停了 沒事了 剛剛地震很大 對啊 很大 快快快 老師也好緊張喔 你們剛剛一定嚇壞了吧 突然發生這麼大的地震 好可怕 真的很可怕 還好沒事 老師 我覺得還好啊 又沒事 小紅 你覺得還好喔 老師 會不會是最近常常地震 所以小紅 因為習慣地震 那也有可能啊 因為每個人對地震的感受度 是不同的 不管害怕或是不害怕 懂得保護自己的安全 才是 最重要的喔 還好啊 今天剛好發生這個地震 我們就可以來學習一下 下次遇到地震的時候 該怎麼保護自己呢 老師 如果我們剛剛表現很好耶 像我 我覺得我剛剛就最厲害的 因為我躲在那個門口 如果發生什麼危險要逃跑的話 我一定是第一個 對 有他 不不不不 老師我才是最聰明的吧 我躲在大樹下最安全吧 沒錯 但是就老師的觀察呀 剛剛發生地震的時候 大家躲的地方最安全的人應該是 我 我 瓜瓜 是我 對 剛剛表現的應該就是我 我呢 臨危不亂 然後我接下來也會好好的學習一些防災知識 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謝謝老師 稱讚我的表現 謝謝 好 大家一定都可以學習到的 因為呢 在地震來臨的時候啊 第一個感覺一定是很緊張很害怕 對不對 對 所以越是這個時候呢 大家越要冷靜下來 冷靜下來之後呢 記得三件事情 趴下 掩護 和穩住 趴下 掩護 跟穩住 什麼意思啊 對啊 為什麼要穩住啊 穩住什麼 我們要站穩穩吧 老師老師 是不是因為要這樣子趴下 萬一地震很搖的時候 我們才不會跌倒對不對 嗯 沒錯趴下呢是讓你的身體重心降低一點 趴下之後呢 你趕快找到一個掩護物躲在下面 譬如說像呱呱 剛剛呢 呱呱就找到了桌子這個掩護物 躲在下面 並且抓住桌角 穩住它 這樣子的話就相對的比較安全喔 那老師照你這樣說 剛剛大樹它掩護物非常的大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最安全的 對啊 如果像這樣子的大型裝置 或者是你在家裡有酒櫃啊 電視櫃啊 大書櫃等等的 他們有固定在牆上或是地上的話 就可以 可是如果他們沒有固定的話 也很有可能因為地震搖搖晃晃的 反而倒下來壓住你喔 那我懂了啦 老師的意思就是說 那我們就要找那個桌子啊 床邊或是牆角 這樣就絕對安全了對不對老師 相對安全不是絕對安全 因為你也要看看啊 如果你的家裡有一個大的櫃子 但是呢 它本身就已經搖晃晃晃 已經快散掉快壞掉了 用了五十年都該丟掉了 結果你躲在它旁邊 它還沒被地震晃倒就 被你碰一下它就壞掉了 這樣更沒問題 這樣子也沒有安全啊 還有一個呢 就是在高處的東西 譬如說 或者是你放在很高的娃娃呀 擺飾啊 也有可能因為地震搖搖晃晃掉下來 一定要小心避開喔 真的喔 老師 那如果地震的時候 沒有桌子 要怎麼辦 對啊 這時候呢 保護你的頭和脖子 就非常重要了 趕快找離你最近的物品 譬如說現在的話 就可以拿你們的書包 書包回家 對 拿起書包來保護住自己的頭部 如果你在家裡睡覺的話 也可以拿枕頭 把自己重要的地方保護下來 好耶 老師 那我們等一下要不要實際來練習一次 這樣我下次遇到地震 就知道怎麼辦了 對 對 老師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但是我們再來重新複習一下 地震發生的時候 不要驚慌 先冷靜 冷靜 先冷靜 然後呢 記得老師剛剛說的三個重點 趴下 掩護 穩住 趴下 掩護 穩住 很好你們都記得了 哇 地震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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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老師才剛剛說過 第一件事情要 冷靜 不要尖叫好不好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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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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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趴那裡 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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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抓住 抓住 我好 我回去 來 這樣 我們表現得如何 很棒 很棒 看到你們這樣的表現 老師就放心了 來 起來吧 趴下 趴下 地震還在搖耶 很可怕 不行啦 不能出來 對啊 瓜瓜 太太 根本都沒有地震 快出來啦 對啊 不行 對啊 瓜瓜 太太 你們是怕地震還是 怕上課 怕上課 沒有 那個 我們是說 怕老師教的 我們不懂 所以我們要把安全做到 非常的極致 對 對 所以我們都懂了 對 都懂了 上課了 你們趕快坐下來好不好 滑點 滑點 剛剛好 等了 還好你們都有 把老師說的地起來 下次遇到地震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不要先尖叫喔 要先 冷氣 不好嗎 我在想嗎 大樹 我愛大自然 這個名字 你也取得太棒了吧 你怎麼這麼有創意啊 我都沒想到這個名字耶 如果可這個名字再配上全市綠油油 好厲害喔 而且我也覺得好符合這個名字喔 大樹你好讚 嗯 大樹 我覺得你最近變聰明了 所以你說的意見可以採納 嗯 我也覺得 我愛大自然這個主題很不錯喔 可以放更多更多的東西 嗯 阿爹 你應該要支持我的太空宇宙喔 那不然你這麼喜歡自然 叫做太空自然 好了好不好 不行啊 這樣太奇怪了啦 而且阿妮 少數服從多數 我是真的覺得大樹的提議很好喔 嗯 好啦 不錯 其實老師覺得 我愛大自然 欸 這個名字真的取得不錯耶 嗯 那接下來就要看同學們 要怎麼發揮囉 嗯 那明天同學記得帶自己的裝飾品 來到學校 準備開始 美化教室 好 我就看一下就看笑了 都哭掉了耶 你幹嘛 你看 我帶的還比較漂亮耶 你看 你幹嘛不約我一起吃啊 這是我媽媽買的 我沒有去啦 那比較好約 好啦沒有關係 那 你這個可以把它擺在你桌上 嘖嘖 嘖嘖 不行啦 你說這個喔 是不是太醜了 我擺下了出來 我覺得還好啊 欸 欸 你媽媽一樣喔 是一樣的嗎 很像吧 嗯 就去把它擺起來 好啊 那我放我桌上 好 這個怎麼會放在這裡 好醜喔 誰要放這裡了 這樣才晒得到太陽嘛 喂喂喂喂喂 彤彤 這個盆栽是我剛剛放在獎台的 拿過來窗台做什麼 嗯 這裡比較好看好不好 可是 你放在這裡 老師怎麼講課啊 你要想 這裡除了很漂亮之外 而且老師看不到我們 我們也看不到老師 我們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這樣不是雙贏的局面嗎 才沒有呢 我想要聽老師上課 這個不行放在這裡 拿去放在窗台比較好 哄哄哄哄 這個盆栽是我從家裡面帶來的 所以我才有決定的 你不可以決定 要放獎台這裡才好看 你這樣放著 成品觀很奇怪 哪裡奇怪了 他跟這束花超不搭的 超不搭的 不會 後面也是綠色 這裡也是綠色的 放這裡比較好 不要放這裡 這裡不好看 我跟妳講放獎台就對了 你不用這樣 不用 妳還要拿 我怎麼叫美感呢 放獎台 不要放獎台 獎台 放獎台 你不要一直欺負我們童童好不好 你幹什麼 我哪有欺負他 這東西明明放在獎台比較好看 而且你這樣子搶著搶 等一下要掉地板怎麼辦 沒有 它受傷很危險 我都好好拿著它 是你們要跟我搶的 可是 其實我覺得 送獎台 也很不錯 對不對安妮 沒錯沒錯 舊棒獎台 同學們 同學們 你們又在吵什麼了 沒有啊 老師 那個安妮一直想要把那盆盆栽放在你前面 可是我們不想啊 老師這次說什麼 比賽就是要追求團體合作 那你們現在吵成這個樣子 老師 老師 你不覺得安妮她很沒有審美觀嗎 那一盆盆栽放在那一棵盆花旁邊 根本就不搭啊 而且她剛剛還說 放在那裡就可以把老師的臉遮住了 她根本就不想看到你 我看到什麼 老師 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 黃同學 我覺得你這樣子很不好 那個只是每個人觀點的不一樣 你怎麼可以說她審美觀不好 很醜 我覺得還好啊 先不論她美或醜 老師 我跟妳講 她的好處是什麼 妳知道嗎 妳上課上到禮拜 來 各位同學 請公開課本第七 是不是有芬多金忽逼而來 阿寧啊 老師其實覺得這個盆栽 是要放講台 還是放那邊那個窗台 老師都沒有意見 最重要的 這是你們的比賽耶 你們這樣子意見不合 阿寧啊 你如果這麼想放講台 就應該要徵求所有同學的認同 我知道了 現在老師在這邊 那我們來投票 好 這樣比較公平 好啊 投票就投票 誰怕誰忽怕不 來投票 好 那我們就來投票 比較公平對不對 對 好 好 那想要放講台的同學 請舉手 就是我 欸 欸 彤彤沒有對不對 好 兩票 那請問想要放在旁邊那個窗台的同學 請舉手 對 四票 所以是二對四票 是 那阿寧 阿點 你們認同嗎 認同 欸 轉變得太快了吧 要抗議 為了自己權益而奮鬥啊 是啊 少數服從多數 老師有講過啊 嗯 阿寧啊 我們在團體裡面就應該學習 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也要尊重少數 再說啦 老師問你們 你們剛剛呢 在佈置教室的時候 開不開心 開心 還滿開心的 開心 那就對啦 不要為了這個盆栽 到底是要放獎台還是放窗台 吵架了 破壞了你們同學之間的友情 好不好 好 那我都知道了 那我就服從多數 那大家想要把它放在 獎台還是窗台呢 窗台 我靠我尊重你們 服從你們 放窗台 來 交給阿寧了 那你動起來 好帥喔 那你動起來 好帥喔 欸 阿寧 可能是只有他一盆在這裡 會不會有點短 謝謝 單書很有想像力耶 謝謝老師 瑪莎我的呢 晶晶畫得很寫實耶 對 嗯 哇 這麼多色塊 真是豐富 真的很豐富 厲害 厲害 謝謝老師 好 各位同學 我們到這邊結束 到這邊告一段落 然後 各位同學等一下 利用下課的時候 欣賞一下旁邊同學的作品 我們下一節課 要來選幾個作品來當 教室布置 好耶 我們應該有 對啊 好 那你們慢慢欣賞 慢慢討論 下課囉 拜拜 拜拜 我們完成了 拜拜 耶 我們完成了 嘿嘿 這麼多色塊的拼接 很有創意 大家一定會選我的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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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滿不錯的啦 不過 不就是把所有顏色的色塊 拼上去而已嗎 對 這是印象派好不好 那你看我的 我的有很多不一樣的花種 陽光又可愛 適合跟教室布置包耶 還好 不然 就 叫晶晶來看 好啊 晶晶來 我很想看你們耶 我來看 好 我現在看泰泰吧 嗯 顏色 漂亮吧 我的天啊 好漂亮喔 小福太厲害了 對不起 泰泰 我會選小福的 你不懂啦 真的嗎 刮刮就不像你 她已經會選我 好不好 你看 畫完了 怎麼樣 我看一下 泰泰 你畫得很好耶 而且我剛剛發現有一點 跟我的有點像 哇 我還有默契 對啊 超有默契的 我知道了 我們這麼有默契的作品呢 就可以把它貼在門口啊 你看 一個貼左邊 然後 一個貼右邊 好看 美麗 哇 YA 你好 太太過關 你們這樣一個貼左一個貼右 很像門神耶 而且貼在我們班門口 會不會經過的人 被嚇到不敢進來啊 小花啊 妳怎麼這樣啊 沒禮貌 對啊 小花 我看妳的 妳看 妳看 什麼龍神 欸 好好看喔 而且妳看 妳跟我的合起來 是一個愛心耶 真的耶 而且妳有發現嗎 我這邊是用色紙喔 這邊是用色筆 哇 妳弄拼貼的耶 而且我發現 我們的色系很接近 這樣配起來 很好看耶 很好看 還好吧 哪有還好 欸 小紅 我們去看看小福他們的 好 走 走 妳就不整齊 太太 我們去看大樹的 對 大樹一定會跟我們畫得差不多 對 走 走 大樹大樹大樹 那我們來看看妳的畫 怎麼了 對 我跟妳說喔 只有我們懂妳的創作 女生啊 看不懂妳的作品 沒錯 但我覺得我的畫好像有點沒自信 對啊 妳們有自信 沒這麼說 展現一下 來 我畫這個樣子 好看 太好看了 我畫 超小的 一級棒 超有創意的 對 我覺得妳的一定可以被選為 我們班級的教室布置的作品 可以嗎 可以 而且我跟台台的 我們這樣子 一個貼左邊 一個貼右邊 妳的放中間 好看 美麗 超好看 小福 妳是不是有學過畫畫啊 我真的好喜歡妳的畫喔 我沒有學過畫畫啦 不過我從小就很喜歡畫畫喔 我媽媽都會把我的畫 貼滿我們家的牆壁很漂亮喔 真的很漂亮喔 對啊 很漂亮 而且小福啊 她沒有學過就畫得這麼厲害 你們看一下我的 我有去上畫畫課喔 我畫的是可愛風的 妳看 而且 你們注意看喔 我跟小花的 可以合在一起喔 哈囉 請大愛心 歡迎 好創意喔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我跟妳說喔 待會兒呢 我們男生就是挺男生的 不要選他們女生的 當然要選我們的啊 我們畫這麼好 對啊 我跟妳說 我們剛剛啊 這樣看起來 我們的作品 超適合布置教室的 怎麼貼 怎麼放都好看 就是要選男生的啊 哪有 我跟妳們說 我們放在一起呢 好有整體感喔 一個完全是美術的感覺 完全是 而且我們四個人的畫 都有畫到植物喔 這樣布置教室 就會生氣蓬勃 很漂亮 沒錯 四個女生的 剛好貼在後面布告欄 滿滿的最美的 超微 選我們女生 超微的最漂亮 教室不知 當然要選我們女生的囉 沒錯 好快 錯 男生的是比較厲害 對 凱凱 你看一下我們這裡 我們女生人數比較多 當然選女生囉 沒錯 副班長說得對 副班長說得對 但班長在我們這邊 班長呱呱說 對 對 就是要選班長這邊的男生 班長在這裡說 所以這件事情要聽班長的好嗎 好 就是這樣子 待會兒 你們想一下 教室不知是誰負責的 是我 學藝服長負責的耶 所以是我決定 選女生 拜託學藝服長 學藝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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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吵架 我才不想跟你一起 妳自己過去一點 我才真的要說的 不要看我那麼近 小花小姐 金金小姐 麻煩請妳把妳們的桌椅 移出去一點 不要靠近我的橘色桌子 呱呱不用妳說 我也不想跟妳們連在一起 我現在過來囉 妳也不要超過 嗯 哇 Ridiculous 呱呱 OK 依舊儀 妳就不要再跟我講話了 Bye 依舊儀 依舊儀 聽不懂啦 好了 老師 剛才只是叫妳們下課 欣賞一下同學的作品 怎麼就變成吵架了咧 老師 可是我剛才知道 就是我剛才講了什麼 放屁專輯 為什麼要爬話 班長 妳說 為什麼又是班長 就是班長 請大家安靜 老師叫我說 老師 因為妳剛剛上一節課 說要挑大家的作品 來佈置教室 然後下課的時候 大家就在看大家的作品 然後我們男生就覺得 男生的作品 非常的完美 就選男生的 但是女生說他們的能力也比較多 直選女生的女生 男生就想和妳說 老師 剛剛明明就是男生說 直選男生 不選女生 但是女生說女生的人數比較多 直選女生的 可是我剛剛真的有聽到 有人說他是班長 班長說得算班長決定 本來就是啊 這些事情就是班長可以決定的 而且班長是因為要省出來的 班長是因為要省出來的 好 大家要省出來 好 大家要省出來 謝謝班長 不要 你們這樣子 雙方對立 這樣好嗎 這樣不好嗎 好 好 我們先不說好或不好 老師來舉一個例子 讓你們想想看 假設我們今天在看一場運動比賽 有分藍隊跟紅隊 假裝你們喜歡的都是藍隊好了 我們一定會覺得 藍隊的隊員他們都好棒 好優秀 好帥氣對不對 當然 對啦 相反的 你們可能就會覺得 紅隊的隊員好像 怎麼弱弱的 不喜歡 他們表現得不好 我不喜歡 我討厭他們 是不是會這樣 是 對啦 好 那現在請你們跳出來 去回想一下老師剛才舉的例子 你們聽到老師這樣說 你們有什麼想法呢 老師 這樣子好像會很沒有了解事情 就做了決定 是不是很像那個 在井裡面的青蛙 他只抬頭只看到一小片的天空 他就以為天空只有這麼一點大耶 所以他看到的就不夠多喔 對對對 就是井底之蛙啦 對 嗯 沒有錯喔 所以如果我們都只站在 自己的角度去思考 那就很容易陷入單方面的想法 這時候我們應該要跳脫出來 去觀賞 欣賞對方 了解對方的優點 這樣子是不是事情 就會變得不一樣了呢 老師 像我剛剛其實還沒有看到 女生的作品 我只是覺得 男生就要挺男生 所以就跟女生他們吵起來了 老師 我也是 我剛剛其實只有看到 海苔的作品 大樹還有呱呱的 我都沒看到 我也只是想選女生的 對啊 對啊 你們這樣子 都還沒有欣賞到對方的作品 就站在自己的角度 覺得自己的作品比較好 對方的作品一定比較差 你們這樣子是不是太不客觀了呢 老師 那所以我們剛剛這樣子 是不是就變成井底之蛙 只看到一點點的事情 都沒有看到全面性了 沒關係啊 瓜瓜 因為你是 你是不是投想我是青蛙 我 瓜瓜瓜瓜 我也可以變鴨子啊 好 瓜瓜 好啦 所以老師希望啊 大家都可以學會 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 都可以多聽 多看 多了解 這樣是不是事情會變得更好囉 好 好啦 所以男生 女生 林志玲 小洪 回來啦 好啦 可以麻煩你們兩個回來嗎 可以 OK 好好 那不然我們把所有作品 集中到中間一起欣賞 好 來啦 三個來 三個來 來啦 大樹的好厲害的 大樹的好漂亮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爹爹奶奶爸爸媽媽媽小泡泡 哥哥甜甜弟弟妹妹不想幫忙 還開始心甜甜蜜蜜的時光 歡迎來到 冷藝藏 好 一樣 我們對愛的客人 天天的客人 天天的客人 有時嘲笑有時放鬆走 OK 愛的一項情 想愛生一切 美快樂 長大生一切 我們一起永恒 天天